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桃园环保局提醒 杨梅还有新竹县虎口香可能会受到影响 请民众要注意防护 另外也已经派员监控空气品质 立鹏企业杨梅厂二十一号晚间七点多 发现位于燃整二厂的热定型机烟囱管路起火燃烧 经由废弃排烟管道造成顶楼火灾 起火点跟厂房内部的机器设备有一段距离 人员和成品没有受到影响 有三支排烟管烧毁 预计停工三到五天进行建设 火市在晚间八点三十一分扑面 工厂并没有存放毒化物 市府派遣多名机察员在现场监控下风处总归发现有机物与PM 2.5数值 受影响的区域可能在阳梅以及新竹县湖口乡 敏感族群需要注意防护 记者张鼠云 沙燕齐流选综合报道 新北市深坑一间存放蓝牙耳机和锂电池的仓储 20号下午发生火警之后 持续散发刺鼻的异味 让附近民众是抱怨连连 也对地方政府太晚通知感到不满 而双北市环保局指出 监测空气品质都合乎标准 也初步排除有带奥性污染 联动仓库上午还在冒烟 新北消防局人员持续洒水 20号下午两点多 位于深坑的仓储公司地下室起火 当下消防局出动一百辆消防车 两百人前往抢救 虽然火势傍晚六点半扑灭 但晚间开始 周边包括北市文山信义 新北中永河等地区民众 都闻到臭味 隔天早上还没散去 发生火警的工业区内还有护理之家 照顾长者的移工表示 有闻到臭味 但人员未被要求撤离 20号晚间台北市消防车 消防环保局陆续接到民众陈勤 环保局收到九十七件六成来自文山区 有里长不满 事发之后官方没任何通知 直到早上七点半才有讯息 要大家关窗戴口罩 我们看到整个市府的应变是非常有问题的 中间隔了整整十五个小时 这十五个小时去你一个正式的回应新闻稿 让市民安心有这么难吗 北市环保局澄清 稽查人员连夜前往澄清地点监测空品 除了固定侧站还搭配手持式仪器 数字都没超标 有害物质也未减出 民众对臭味比较有感 是因为预值较低 强调有味道不代表空品超标 而栗状物最高浓度为每地方公尺 五十到六十回克 尚会达到法定应变门槛 七项鼠也指出 二十号晚间吹东风下风处都有闻到臭味 不过风速不强导致扩散条件较差 二十二号东北季风报道应有助改善 那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那风向改变风力也会增强 预期也会改善一些 上午事发仓储 人有锂电持富燃风险 消防局持续布水线降昏 起火原因尚待调查 至于不少民众忧心 此次空污有致癌的戴奥新 新北环保局强调戴奥新是 挥发性有机物的一种 有特定生成条件 事后在下风处测到的 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很低 初步排除污染意义 不过戴奥新无法当场检验 为求谨慎北市环保局 已做空气采样 江宋实验室分析 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级快艇日前在金门海域 因为躲避我方海巡人员的追逐 而翻覆 造成两人死亡 而昨天是头期法会 但是死者家属没有现身 遗体也未火化 因为要表达对香艳结果有疑虑 而身环的两名渔民返回厦门之后受访 更指称是被我方海巡冲撞 才导致意外的发生 海巡署承认双方有发生碰撞 表示因为事发突然 没有搜证录影 但是不影响事实真相的始末 在没有影像佐证的情况下 目前双方各说各话 中央快艇越界翻覆事件 二十一号一早 冰藏业者就为两名丧生的中国渔民 举办投析法会 但家属们未现身 表达还没有看到我方全程执法影像 对香艳结果有疑虑 两名生还的渔民返回厦门后受访 更指称是被我方海巡冲撞 才导致意外发生 两人在我方训问的五份笔录中 都曾说对执法程序没意见 不过海巡署承认 在追戏过程时 双方船身曾发生碰撞 且新造了CP多功能艇 因为空间狭小 未安装艇外录影设备 海巡同仁也来不及拿出器材搜证 由于先前海巡声明 媒体过有碰撞情势 被外界质疑隐匿真相 对此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在脸书发声 曾经海巡说明方式是基于日常经验 强调没有隐匿的动机 而他自己两天前曾说过 本案受第三人责任前的保障 也就是已证明有碰撞 另外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二十一号列席民进党中常会 报告近来惊吓水域 争端因状况后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表达三连态度 要妥善处理 支持海巡坚定执法 也要研议避免未来 类似状况再出现 介绍和报道 赌报时间来看到 联合报是提到了 大陆快艇翻覆事件 持续发酵 麻祖海域昨天下午 也出现了三艘 中国的执法船只 两岸关系陷入紧张 美国呼吁各方克制 并且敦促两岸展开 有意义的对话 以降低误判风险 自由时报时报导 美国联邦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率领议员团访台 江汉总统蔡英文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以及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 这是台湾大选落幕后 美方第三度组团访台 而中国时报是 受到了少子化冲击 位于花莲 创校47年的大汉技术学院 董事会决议 自今年8月起 将停舟停摆 而看完了报纸的重点之后 继续要来关心 苏丹红辣椒粉 影响层面扩大 追查发现 老字号零食虾味仙 用到了8公斤 制作成36万多包 香辣虾味仙 而台北市 也有两家下游厂商用到 都被要求下架 至于桃园市政府则是公布 在农历年前 抽验的10件红辣椒粉产品 当中有4件 检出了苏丹色素3号 食药署证实 这批问题原料 源头都是中国 决定将边境检查 拉到最高强度 要百分百主品查验 高雄育绒食品厂区内 苏送带运送的产品外包装 写着香辣虾味仙 显见公司仍有出货 本公司使用该成分制造的商品是 夏味仙的香辣口味 规格有60、80、125克 三百分之四种特殊 另外包含了组合包、综合包 批号的有效期限为 今年的9月8号至10月2号 8公斤的苏丹红辣椒粉 用在制作香辣口味的虾味仙 育绒食品表达歉意 但强调对原料厂商严格把关 进货来源也符合标准规范 已在第一时间追溯下架 双雄市持续追踪下架情况 三十六万包的香辣口味 虾味仙截至二十一日上午 下架回收九万两千多包 还有两万多公斤的香辣口味 虾味仙要追 问题辣椒粉也流向北市两处厂商 包括一家迪化街的酱原行 另外桃园市也有新发现 在农历年前所抽验的 十件红辣椒粉产品 四件验出苏丹色素三号 其中两件跟现有资料不同批号 决定先预防性下架 但登陆资料可以发现 这些不合格辣椒粉源头来自中国 却没在边境查验时拦截 不合格的源头在中国 边境现在已经拉到最高强度 百分之百逐批抽验合格才可以输入 那最后就是后市场 已经输入进来的 跟卫生局合作 再去扫一遍 食药署清查 这次来自中国不合格辣椒粉 从去年八月十二 到今年二月十二号期间 碰进一百七十二批申请报验 二十四批不合格 已坚对二十一间 有过违规记录的中国厂商 暂停辣椒粉输入查验三个月 并将边境查验 拉高到最高强度 记者综合报道 华航昨天发生了重大公安意外 一名维修员在执行飞机起落架移除作业的时候 遭起落架向上弯曲夹注 桑一后宣告不治 桃园市老检处表示 这是华航近五年来 最严重的公安意外 后续将依重大职业灾害来究责 这样原本就报废了 科技围起封锁线 老检员也在一旁仔细记录 要来还原事发当时的情况 就在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多 华航爆出重大公安意外 一名男性维修员在执行 报废客机起落架移除作业时 当场遭起落架向上弯曲夹注 虽然现场其他工作人员 在第一时间将他救下送医 但因为伤势过重仍宣告不治 根据老检处的了解这起意外 是在进行机械设备拆除时 未确认设备残压 是否有确实泄压 造成安全装置断裂后 起落架收起 进而导致维修员被夹制死 已经依法要求现场勒令停工 针对此次的意外 华航表示修护员执行 修护拆卸作业时意外受伤 经立即送医后 仍宣告不治深感遗憾 将权力协助家属处理 后续事宜以及抚恤的作业 公司已经立即展开调查 厘清事件原委 而这也是华航近五年来 最大的公安意外 记者吴尔宇讲龙翔装置成 詹淑云台北桃文报道 台中市继去年四方客运倒闭之后 在传公车业者营运出了问题 有七条营运路线的 结顺交通公司 昨天员工出面指控 积欠三十九名驾驶薪资与资钱费 高达六百多万元 而市府表示 结顺公司经营七条公车路线 其中两条停驶 另外五条路线 已经协调其他的科运业者来代驶 二十三日下午会再度召开 劳资协商 十二位公车司机投榜布条 手拿标语大声怒吼 他们二十一号召开记者会 抗议结顺交通公司 积欠薪资与资钱费 并且必不见面不闻不问 让他们经历了人生中 最难过的春节假期 去年就一直有拖欠薪资的情况 我们就一直选择供体时间 相信公司一定会会到最后会解决 可是换来的是这样子 一再欺骗一再跳跳 过年的时候最怕的就是 家里的小孩子跟我们说恭喜发财 我们很怕说红包拿来 因为没有钱可以包红包 司机们表示结顺交通公司 去年十二月就传出经营困难 开始拖欠三十九名驾驶薪资 十二月十九号劳资协商达成协议 公司营运到今年一月十五号 积欠的一点五个月薪资将在一月底 前发放并资遣三十九名驾驶 资遣费十四点七万多元 从二月开始分期给付 但却全部跳票 总金额高达六百多万元 台中市府表示结顺公司经营七条公车路线 其中三五六三五九停驶 另五条路线以协调其他客运业者代史 积欠工资已开罚四万元 还可继续暗次处分 二十三号下午劳资将在市府展开第二度协商 记者杨明峰彭焕群台中报导 这几天受到了农雾的影响 金门机场许多班机停飞 让上千旅客被迫滞留金门 等待候补机位也等出了火气来 索性昨天下午在松山机场 数价从金门起飞的班机已经顺利降落 不少民众都是等了三天的飞机才回得来 还没到你 还没到你啦 我等了三天 机场报到柜台前大排长龙 等不到候补的民众情绪激动 因为周一起金门受农雾影响 许多航班被取消 大批滞留的旅客属于不完 只能抱着行李等待叫号 而二十一号中午前又出现农雾 导致五架次取消 例如航空就紧急加开一架放大机型 跟三架普通机型 华信航空也加开一架普通机型 因此下午在松山机场 迎来从金门起飞的班机顺利降落 不少民众都是等了三天才回到台湾本道 同样受到大物影响的还有马祖航空站 让想回到马祖的民众 在松基大厅或坐或站 希望排上候补 等一整天啦 从前天开始补嘛 所以今天昨天跟今天都还没走 而金门港务处也因为农雾一度发出小三通停航公告 不过在一个多小时后天气好转又宣布复航 港务处提醒天后不稳定时港口就会开开关关 来往旅客应预先注意航班资讯 杰篇陈陈博玉综合报道 印刷职人洪东汉从事火板印刷工作快七十年 计划今年要退休 他也要捐出陪伴他超过半世纪的火板印刷机 让台湾的火板签字印刷页留下历史的见证 而至于要如何保存 文化局表示会在三月底前提出方案 向大家展示火板签字印刷的操作方式 展现老师傅熟练的技术 以及对这个老朋友的感激 82岁的印刷职人洪东汉 幼年从新竹来台北学技术 16岁正式当上师傅 30岁自理忙顾 创立印刷厂 已经从事火板印刷工作快七十年 他计划今年退休 希望捐出这些印刷机 14岁在台北做到现在 我这个人很坚持很固执 我做的这一行我就不换 三部同一牌子 你现在这个机器没有了 没有人做了 你停掉这个机器就报废 考量印刷产业的变迁 洪东汉认为 这些火板印刷机 曾经是印刷产业的重要阶段 虽然现今数位印刷盛行 可是如果能够妥善安顿这些机器 并且安排师傅进行展演 或是让外国友人 自行印制明信片寄回国 让亲友认识台湾 都有利于文化延续及文创发展 跟东兴的印刷厂的老板这边有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或许现场有专业人士亲自来示范 这个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推广的一个工作 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延续 那产业的这个精神 毕竟它是一个文字世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可以再来讨论看看 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 台北市议员印晓辉 邀及台北市文化局等单位一起研议 会看后会依设备状况进行评估 在研议后续如何协助处理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道 台积电在日本的雄本社场 除了在当地招募员工 也有不少是从台湾派任 从台湾过去的员工眷属 多达七百五十人 而当地国际语言学校 已经提早完成扩建计划 还聘请了台湾籍教师 协助跟学生和家长沟通 这里是雄本当地的国际语言学校 不只当地学生在这边就读 就连台湾的孩子也在这边念书 不过上个方式不是日文 也不是中文 而是全程英文 要培养孩子的国际语言能力 国小一年级教师的英文老师 正在教孩子唱英文歌 如果有日本或台湾学生听不懂 其他两位老师 就会以日文或中文进行解说 但仍有来自台湾的学生 对语言问题感到困扰 因为运动课的老师 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只要用日文 那我就听不懂 那你听不懂的时候都怎么办 从台湾前往雄本工作的员工和眷属 多达七八五十人 台湾人口在当地持续成长 针对台湾员工孩子的就学问题 雄本当地的国际语言学校 特地将扩建计划提前 甚至聘请台湾籍教师 尽管台日文化相近 仍有差异要面对 意外と台湾人と日本人 すごい似ているなって もちろん文化の違いがあるんですが 例えば一つはですね お湯を飲みます 日本だったら お湯を出る 学校が 知っている限りではないです とても 文化の違い だと思いますが 一开始最不習慣 当然就是 用水冻筒装水 如果是在教室比較不適應的話 就是真的是全程到英文 英英台積電在熊本設廠 今年年底又要再蓋二場 熊本當地街頭也能看到寫著 隨時募集中 學習台灣中國語的廣告旗幟 特別的是來學台灣中文的日本人 除了有上班族 還有招呼員和助產士 台積電到日本設廠 不僅帶來當地人口成長 也掀起當地的台灣中文學習潮 記者原子郭俊林日本熊本報導 關心天氣 接著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收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